新闻从业园属于高风险职业 很多时候媒体人需要坚守工作第一线 追求真相 实事求是 可是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年度报告显示 今年全球有50名新闻工作者殉职 多数记者不识处在占地 而是在调查组织犯罪 贪腐和环保议题时 惨遭杀害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年度报告中特别点名 墨西哥 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记者 在调查组织犯罪 贪腐和环保议题的幕后真相时 不幸赔上了性命 今年遇害的50名记者中 有84%是因为工作缘故成为被锁定的目标 68%的这些50名记者 被杀在国家没有在战场 我们在前一年也看到了很难兴论 但也比较重要 而且显示军人们不是战争的死亡 他们经常提供更多 但他们都在调查 因为他们在调查 内幕而丧命 媒体人继续成为残忍谋杀的对象 而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最近十年间 全球共有937名新闻工作者 惨遭杀害 今年遇害人数比去年的53人少 但新冠疫情当前 却有数百人因为在前线报道而染疫死亡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